氫油裂解是將氫油在適當催化劑之下強熱 使發生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的基本原料 效力何者不是氫油裂解的主要產品 氫油為低碳素的碗類 其裂解的產物為系列或是更低碳素的碗 低級碗就要表示低碳素碗以及氫氣不會產生含有氧的化合物 因此對於A選項 乙烯分子式為C2H4 乙醇化學式為CH3CH2OH 而丙烯為C3H6 丁二烯為C4H6 因此只有乙醇跟別的不一樣有氧這個原子 因此它絕對不是氫油裂解的產物 主要原因是氫油也就是石油主要為氫類碳氫化合物 產物不會有氧 是氫油會保育的